日本3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中国正在发生 万科集团创始人 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 11月28日 在正在阿布扎比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上说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才刚开始 调整当中还会有爆雷 还会有债务违约 但是政策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 如果调整得好 借鉴日本经验 我认为3到5年能调整过来 但是不要抱希望说 政策对了 明年或后年就会好 这不可能 他说 王石是在财富全球论坛 展望中国经济圆桌讨论上 做出以上判断的 他认为 中国应当从上世纪90年代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 以及2008年 美国信贷泡沫破裂中 汲取教训 他认为 美日两国的地产危机 给中国的最大启示是 房地产公司一定要保持现金流 不能盲目扩张 日本的另一个教训在于 当经济陷入低迷后 就是措施来得太少 也太晚 日本的财政扩张不够 直到安倍时代才做 太晚了 他说 但王石也强调了 中国经济与美日的不同之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历来是自上而下 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所以政策很重要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也不再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政策调整了 中国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王石的判断得到了同场几位嘉宾的呼应 全球投资公司和玉资本 MSA Capital管理合伙人 Ben Harburg认为 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被高估了 他说 住宅按揭贷款只占到中国信贷总量的60% 而整体坏账率不足1.6% 这些数据要比2008年美国四代危机爆发时好很多 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经济进入工业4.0时代 中国在电动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今年会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也是最大的光伏出口国 锂电池出口国 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带来的增长 能完全弥补并超越房地产市场造成的拖累 Ben Harburg说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刘宗元则认为 要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到头的结论 现在还为时过早 如果政策正确 中国经济还会回到快速轨道 但他认为 中国经济的确需要处理好四大挑战 债务累积 需求不足 人口结构变化 与世界脱钩 德新中国首席执行官曾顺福说 德新服务的几乎所有跨国企业都认为 中国市场大到无法忽视 中国也依然是他们实现全球增长的隐情 他认为 跨国企业在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并不来自地缘紧张 而是来自数量持续增长 且掌握技术优势的本土竞争对手 在开放提问环节 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居岁荣向王石提问 日本虽然经历了失落的三十年 但其间还是涌现出许多成功企业 如果中国企业还要面对3-5年经济调整期 他对他们有何建议 王石回答 他的建议是 不要过于自大 要有谦卑之心 要向外部学习 他说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 中国有一种普遍情绪 认为日本已不再值得学习 但旺科当时却认为应当加紧学习日本 在此后20年间先后实施三次千人计划 每次花费1亿元 送1000位工程师或管理者去日本学习 在非基督教文明中 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日本 日本已经完成工业化了 我们还没有日本走过的路 日本的教训 我们都要学 王石说 2018年 当中国楼市还在盲目乐观时 我就喊出 要活下去 就是因为想到了日本 他说 此次论坛在中东召开 很多中国企业家 只把中东当作市场和资金来源 而实际上 中东人跨越千年的行商智慧 也值得中国人学习 我们总觉得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中国的 但实际上 中国是输出了瓷器和茶叶 但丝绸之路一路上 真正做生意的都是中东人 印度人 我们需要学习他们的智慧 同场讨论的另一位嘉宾 阿布扎比扎耶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Jonathan Fulton认为 中国要在中东扩大影响力 相比经济实力的继续增长 文化与社会融合力更加重要 他说 每当我问我的学生对中国的印象 他们会用很多最字 最大的 最强的 最重要的 但当我请他们说出一个他们知道的中国人时 他们多半会很茫然 想很久后说 李小龙 但当我问他们对印度的印象时 他们会说 欠发达 乱糟糟等 但有趣的是 他们在心理上会觉得与印度更亲近 不论是食物 电影 还是文化上 这是值得中国注意的一点 财富中文网 财富中文网